以前的话因为我们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没有越管外大湾区 这个战略规划的这个布局吧 那时候可能我们落地了这边 就是为了这个人工成本 可能租金成本 或是一些生态链的一些优势 我们才落地吧 但是我发现的话 现在政府呢 推出了不同的一些不同的政策 去吸引香港的青年 过来深圳大湾区创业 为了鼓励他们支持他们的话 他们也不同的政策吧 走进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 深港中海性科技园 香港创业青年潘志豪 正和公司技术人员 对产品进行测试 潘志豪告诉记者 自己有两个梦想 一个是成为演员 一个是成为企业家 2008年他和合伙人抓住机遇 开始投身HDMI行业 北京奥运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香港 我们就承办了这个马术比赛吧 然后那个时候 香港政府是大力推动HDMI高清奥运的 因为就是这个机遇吧 我们就了解了什么叫HDMI 然后了解了之后做了市场调用 我们就发现其实HDMI 其实这个接口的话 未来的可说性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家公司 然后在香港那边专门做这个销售 销售HDMI的周边的一些配件产品 在创业过程中 潘志豪发现公司需要的芯片 零配件都能在深圳找到 2010年 他在深圳创建了极高清试听 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一体化的科创公司 带领100多号员工在湾区建设发展 目前公司产品已走向全球13个国家 被沃尔玛亚马逊等企业所青睐 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研发基地 我们现在进来的这个房间就是说 我们产品如果设计好之后 就会来这边去做一个研发的 第一个阶段的一个Prototype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会在做一些 落铁厚汉的东西吧 然后产品如果结束了之后 完成了之后 我们会送到这边去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调试 调试那个房间做好的那一个样机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把它送过来这里 我们的工程部的一个测试房里面 做一个兼容信号老化测试 潘志豪表示 公司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一员后 每年都会拿到政府给予的研发 参展等20万元补贴 作为过来人 潘志豪深知内地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他不遗余力地把香港许多优秀创业项目 带到大湾区内地城市落地孵化 然后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 大学的一些交流 我们也会在网络上面 就是举满不同的一些讲座 会告诉他们 现在大湾区922里面 基本上如果你要做某类型的一个企业的话 基本上哪一个城市是比较适合你的 我们也会做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分享给到他 同时的话 我们也会带一些成功的一些大湾区创业的例子 然后分享给到他们 希望也可以透过这些故事 令到他们可以认识到 更多在深圳创业的一些朋友圈 潘志豪感慨 随着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 现在政策扶持涵盖面越来越广 湾区融合发展 会为个人和企业的发展带来无限生机 我觉得现在大湾区的这个战略方向的话 也是很明显的 就希望可以令到我们香港青年在国内可以成为一个超级联系人 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产品我们的技术可以推到国外 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地位吧 我们可以透过外来的资金可以令到深圳的一些团队啊 他们的企业可以发展了可以把他们的产品可以相品化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商用我们这一方面的优势可以互补 谈及未来发展 潘志豪希望通过精细化追求把企业打造成国际知名品牌 同时继续在产学研方面成为湾区科创发展的推动者 因为我们希望原用我们香港做事那个精细化的一个精神 可以把我们的产品打造成未来别人说有什么知名的国际品牌的话 希望别人是可以想到我们公司的 第二的话因为我现在也在香港科技大学里面读这个博士课程 然后我现在的议题就是产学员 对我希望可以透过香港的一个优势 还有深圳的一个完整的生态圈 还有本身我们企业的一个研发能力 把这几个方面串联起来 然后可以把一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可以把它相品化 然后把它规模化了